上个视频,你已经知道,在任何水溶液中,水电力生成的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永远相等。 另外,在室温下,水的粒子基等于1.0乘10的-14次方。 如果是纯水,那电力出的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就都等于1.0乘10的-7次方,母耳每升。 问题来了,如果在室温下对纯水做一些改变,那水的电力平衡会咋移动呢? 同时,这些参数又会咋变化呢? 下面咱就来讨论一下。 先说第一种情况,像水中加水,水还是水啊,这不是白白浪费水吗? 换句话说,水的电力平衡根本不移动,那其他的参数就也都是普遍的。 再说第二种情况,升温。 咱知道水的电力是吸热的,那升高温度,水的电力平衡就会向正向移动,那水的电力程度也会增大。 换句话说,水电力出的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都是增大地,而溶液中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仍然等于水电力出来的浓度,因此它俩也是增大地。 至于水的粒子基嘛,咱上个视频说过,温度越高,水的粒子基也就越大。 接着说第三种,像水中渐入盐酸,那溶液中氢粒子的浓度一定增大。 根据勒夏特列原理,可以判断出水的电力平衡将逆向移动,因此水的电力程度是减小地。 那么水电力生成的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也会减小,而溶液中的氢氧根粒子全部由水提供。 所以水电力出来的浓度变化是一样的,也是减小地。 但水的粒子基只与温度有关,既然温度不变,那它也就不变了。 第四种是加入氢氧化钠,此时变成了溶液中氢氧根粒子的浓度增大。 根据勒夏特列原理,可得水的电力平衡也是逆向移动地,因此同样可得水的电力程度减小,水电力生成的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也都减小。 而溶液中的氢粒子全部由水提供。 所以溶液中的氢粒子浓度也是减小地。 另外温度不变,水的粒子基当然也不变。 最后一种就是加入金属钠。 问题来了,咱只知道金属钠会和水反应,那它到底影响的是氢粒子浓度还是氢氧根粒子的浓度呢? 回到这个化学方程式,如果咱先让水电离,变成氢粒子和氢氧根粒子,同时把氢氧化钠写成了一字形式,那你就会发现,两边的氢氧根粒子可以删去。 因此这个反应可以看成是金属钠和水电离处的氢粒子发生了反应。 这样咱可以判断出溶液中的氢粒子浓度是减小地。 根据洛夏特列原理,水的电离平衡将正向移动,那水的电离程度就增大。 同时,水电离生成的氢粒子浓度和氢氧根粒子浓度也都增大,而溶液中的氢氧根粒子全部由水提供,所以溶液中的氢氧根粒子浓度也是增大的。 对于水的粒子机来说,还是不变。 这里告诉你一个规律,当温度不变时,也就是水的粒子机不变,那溶液中的氢粒子浓度和溶液中的氢氧根粒子浓度之机就是一个定值。 因此它俩的变化恰好相反。 又到总结时间,关键记住两点。 第一,别忘了之前说的越热越电离。 第二,如果纯水中加的是酸或碱,那就增大了溶液中氢粒子的浓度或氢氧根粒子的浓度,平衡将逆向移动。 但如果加的是活泼金属,那就会反映掉一部分水电离出来的氢粒子,平衡将正向移动。 好了,关于水的电离平衡移动就讲到这儿。 泛泛先休息一会儿,你快去刷题吧。 然后,接着说,我们下红了衣栗子,平衡有一个水电离节的浓度。 好,真的下次再来,我们下红了一会儿,我们下红了一位置边的浓度。 再红了一条颜色,放下小的时候我们下红了一条颜色然后看看我们下红了一条银子,将懒我们下红了一条青月里的浓度之后, 感谢观看